美国西风国家也没资格跟我们讲民族和人权 他们本身人权纪录就立即斑斑 历史上他们对土著居民搞种族秘诀 对少数族裔搞歧视迫害 最近暴露了不少这样的案例 美国建国后在西纪运动中大肆杀戮和驱夺印第安人 导致印第安人人口百余年间从500万减至25万 印第安人曾经是白美主体人口 如今美国的印第安人数量只占到总人口不到2% 直到1924年印第安人才获得美国的公民权 加拿大原住民技术学校旧子 先后发现200多具儿童遗害 3000具无名粉墨 160年代至少有4000名儿童离奇地死于技术学校 时至今日美国的弗洛伊德们还不能呼吸 少数族裔饱受歧视 无家可归的流浪街头 这样的国家居然还好意思以人权卫视 人权教室也自举 对别国意志欺视 直说话教 说穿了 他们就是打着人权旗号 行干涉他国内政之时 所以中国的文明都在说 美国一些人关心中国人权 总给了一种黄鼠狼 贵迹拜年的感觉 美国的政策是既反华 也反穆斯林 可是这些年 这个 大家看到美国的炮弹 几乎都落在了穆斯林土地上 第一个 反进默令的 就是美国 可奇怪的是呢 美国却会在新疆地区 过着幸福生活的 中国穆斯林 炒人权的心 这不是很荒唐 很可笑吗 民族人权呢 不是标语可好 不是用来当摆设的花瓶 它必须保障 人们由于工作 住房 温饱 受教育 医疗 养老 等基本的人权 就好比 要好不好 不能看广告 要看疗效 中国共产党 分斗 百年的分斗历程 所取得的辉煌的智力 成就 我觉得就是最成功的民族 最有舒服力的民族 可以说 中国共产党在人权问题上 不仅无可指责 而且应该给它半金牌 受勋章